小树蛙在和狐狸猫们聊天时 提到它和狐狸猫暑假时 一起参加了赛车手职业体验营 那时候在教练的指导下 它们开着电动车 享受驾驶与竞赛的趣味性 除了练习开车技术 转弯技巧之外 最让小树蛙印象深刻的是 它们开着车 在一条笔直的赛道上 展开激烈的追逐竞赛 小树蛙记得 那天它和狐狸猫 刚好分在同一组的比赛 当开始倒数结束时 它们同时踩下油门 以最快的速度往前奔驰 而在竞速过程中 狐狸猫一直开在小树蛙的前方 保持领先的位置 直到它们抵达终点 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 教练还发给它们每人一张成果表 上面记录它们在赛道上的运动状态 于是 小树蛙拿出来和狐狸猫分享 小树蛙看着上面的表格 联想到这似乎能用它们学过的 位置对时间关系图 也就是XT图 来画出赛车的运动轨迹 同学们 你是否能帮助小树蛙和狐狸猫 运用它们拿到的赛车运动状态资料表 找出XT图 在画XT图的过程中 小树蛙发现它和狐狸猫的运动位置 在每一段相同的时间间隔内 往前移动的距离都是相同的 并且画出来的XT图是斜直线 画完图的小树蛙 立刻将它的成果展示给狐狸猫 狐狸猫说当物体 在每单位时间内的位移都相同 表示物体的速度都相同 运动轨迹呈现一直线 我们称为等速度直线运动 简称为等速度运动 当物体进行等速度运动时 因为物体会随着时间的增加 位移也会增加 两者成正比 因此在XT图上会呈现一条斜直线 而且斜直线倾斜的夹角越大 就表示单位时间内的位移越大 也就是速度会越快 所以从这张XT图上 我们除了知道小树蛙和狐狸猫赛车 是直线运动外 也可以知道狐狸猫的开车速度 比小树蛙的还要快 看完XT图后 小树蛙想知道赛车期间的速度变化 可以用什么图来呈现 狐狸猫从书本查询 找到一张可以呈现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 能够用来辨别物体运动的快慢和方向 这张图称为速度对时间关系图 或是VT图 小树蛙与狐狸猫先换算出 它们每一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观察到它们在每一段时间 都是维持稳定的速度 同学们 你觉得小树蛙和狐狸猫的VT图 会长什么样子 请你帮忙小树蛙找到这个答案 当物体做等速度运动时 其运动方向和速度维持不变 根据平均速度的定义 我们可以算出小树蛙赛车 在第一秒与第二秒之间 第二秒与第三秒之间 以此类推 计算出来每一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都是每秒10公尺 而狐狸猫赛车 以相同方式计算出的平均速度 则为每秒15公尺 因此 我们画出来的VT图 会是两条水平直线 你答对了吗? 小树蛙等人 讨论完等速度运动概念 XT图与VT图后 好奇的小树蛙 又向狐狸猫提出它的疑惑 为什么它们开的赛车 会变成等速度运动 它记得地面和轮胎之间 会有摩擦力 这不是会让车子慢慢减速吗? 狐狸猫说小树蛙的问题问得很好 确实在现实世界的直线运动中 能维持稳定的等速度运动 其实并不常见 好比小树蛙体育课丢球时 球在地面上滚动的过程 即使是沿着直线方向 快速丢出到一定速度后 球速也会因为球与地面的摩擦力 而逐渐变慢 还有 平常爸爸妈妈开车时 也不太能维持稳定的速度 因为有红绿灯 或是其他的路况 使得汽车的速度 无法固定在某个数值 下午回到家的小树蛙 还想着等速度运动的概念 如果小树蛙练习赛跑时 以维持稳定的速度跑步 但是中间停留下来 休息了几秒钟 再继续沿着直线跑道跑步 那么整个运动过程 算等速度运动吗? 狐狸猫将大家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等速度运动是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量相同 所以速度大小和方向保持不变 且任何一个时刻的顺时速度 等于平均速度的直线运动 等速度运动的XT图呈现斜直线 而VT图则呈现水平线 最后来和狐狸猫脑力激荡一下吧 时钟上的秒针每秒前进一格 你觉得秒针算是做等速度运动吗?